大家思考政治问题的时候要学会一种本领 就是要透过西方政治学那些美好的概念 看到它背后的一种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几乎看到的所有的政治概念 它都是在历史的过程里边不断地演变 飘移偷换的这样一种产物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像进步 大家觉得是个好词对吧 现代文明就是带来了进步 英语叫improve 它原来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是通过提高土地产量而获利 把土地增加肥力增加产量叫improve 它实际上是什么 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间 为了给新兴资产阶级的全地运动做辩护 为了把他们剥夺农民土地 剥夺这种传统的共有产权这种行为给合法化 再比如像什么是价值 value 那么比如说最早像达卫休莫 洛克了这些人都提出劳动价值论 包括卢梭 对吧 人的劳动产生了价值 这个有科学性 有道理 而且今天我们确实也在用 但是它的源头的目的性是为了什么 它很大程度上 包括像洛克休莫这些人 他是为了剥夺殖民地原住民的土地财产 而发明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比如像印第安人 他会讲我的祖先就在这块地生存 这块地方所有的树林 动物 我是可以去打猎 去食用的 但是呢 我没有去种地 我没有通过的劳动来改变这个东西 所以按照西方的这种价值理论 那么你就没有创造任何价值 你就不会形成产权 所以最后美国人 我把印第安人把你驱赶走 从法理上来讲 我是站得住的 因为我开荒 我来种地 我制造了价值 再比如像民主 这个概念 现在基本上一级民主 大家想到的都是代一制民主 实际上代一制和民主以前没有关系 代一制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制形式 是随着近代欧美国家的 现代国家的兴起才改头换面 再比如像自由民主 你如果从原始定义上来讲 自由和民主是一对反义词 可是他能给捏成一个概念 而且如此流行 再比如像国家 什么是国家 我们都知道英语是state 但是大家想想历史上是叫state吗 城邦时代是叫polis 是叫城邦 后来叫ampire 叫帝国 后来才叫state 所以state有西方学者就认为 它背后是隐含有财产 地位这样一些隐含的意思 特别是到了现代英国就更露骨了 现代英国共和国 或者英联邦这个词变成什么 叫common wealth 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财富拥有者的一个共同体而已 是由一个股东掌握最终权力的这么一个股份公司 英国一个政治学家洛克最早提出了三种不可剥夺的人权 叫生命 自由和财产 后来到美国革命的时候 这句话被借过去 然后杰斐逊把它写到独立宣言里边 但是杰斐逊本身有一定的民主主义倾向 另外也不好意思讲的那么直白 所以就改成什么 叫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那么把这两个作为一个等式 你会发现代换的是什么 财产就等于追求幸福 从这个演变过程来看 西方政治概念中的幸福就是财产 所以这个等式 基本上就是西方多数政治理论和政治话语的一个核心 当然了 财产也没什么不好 谁都想富裕 对吧 中国古人也讲 有横产者有横心 但问题在于哪 在于当你把一种财产地位 给转换成权力关系 再包装成一种道德高地 这就带来了一个三重的不平等 感谢观看